我只是未見過找老公做一夜情 不知道啊 他們這樣選就算了 因為老公是可以每晚一夜情的 你在台島是說 情人老公和一月情都選小房 真的假的? 我都以為是真的 你都以為是真的 其實是因為我臨走之前 做了另一個網上的訪問 問了同一條問題 誰知道我沒有選到小房 因為我說她是一個水瓶座 但其實她是一個雙魚座 小房就立刻 在那裡罵我 她說有沒有搞錯? 連我的星座你都說錯 其實我知道你是雙魚座 但我可能很快就說了水瓶座 因為水瓶和雙魚是很接近的 所以今天就要彌補給她 跟她說聲音不好意思 三個都要選她 還有我知道她是雙魚座 雙魚座雖然我仍然是覺得 有少少大男人 不過她也有她的好處 就是她真的會浪漫 她都非常穿逸 還有她們很有creativity 就是不會悶 跟她們在一起 那會不會真的發生了 有感情嗎? 在美麗戰場裡面 鍾家寶和龐鎮宇 是真的有發生感情的 我們這段關係 下個禮拜就應該會播的了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會留言給我問 小方何時再出現 因為都很想見到她 我自己都很急不及待的見到她 其實好像不用下個禮拜 好像這兩天已經見到她了 因為鍾家寶第一次見到龐鎮宇 就是當她選港姐的時候 龐鎮宇就是一個評判 希望大家留意我們的短關係